中國共產黨第二十屆全國代表大會 10月16日上午在北京召開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發表二十大政治報告 不但總結十九大以來的政績 亦提及十八大以來的十年 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年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 完成脫貧攻堅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任務等三件大事 除了報告內容外 今年外界關注已69歲的習近平 是否會比照五年前的十九大朗讀報告全文 十九大的政治報告 總共三萬二千多字 當時習近平已近三小時讀完全文 而今年習近平並未有讀全文 而是挑重點摘要 歷時約兩個小時 習近平選擇讀重點而非全文 不止引起外界關注他的精神和身體狀況 亦令人想起2002年的十六大 時任中共總書記江澤民 以76歲高齡進行政治報告時 就是因為年次已高 亦是選擇讀重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